四川达州和南冲的城市对比,没想到差异这么大。达州和南冲都是四川省的城市,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,例如都是交通枢纽、文化中心和旅游城市。但是它们也有很多的差异,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例子。地理位置,达州位于四川东北部,接壤陕西、重庆、湖北等省市,而南冲则位于四川东北部,毗邻重庆、陕西和湖北。 人口规模,根据2021年的数据,达州市常住人口为538.7万人左右,而南冲市常住人口则为556.2万人左右。经济发展,南冲市是四川省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,有电子信息、机械、化工、建材等产业。达州市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,但也在近年来发展了一些制造业和服务业。 历史文化,南冲市历史悠久,有很多古迹和文化遗产,如伊龙县的三元宫等。达州市虽然也有一些历史文化景点,但相对来说不如南冲丰富。 教育水平,南冲市有很多著名高校,如川北医学院、西华师范大学等。达州市的高等教育相对来说要少一些。 以上是一些可能的差异,但这并不是全部。具体来说,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,如人文地理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特色等等。